有台湾综艺一解之域的资深演员方方 过去在电视剧、舞台剧、电影等领域都能看见她的活跃身影 而近日她在社群平台抖音发布影片 凯欣透露自己领到了中国公民身份证 引起不少讨论 然而却被眼尖网友发现方方影片中拿的证件 疑似只是台胞居住证 质疑她根本还没放弃台湾国籍 也能照样使用台湾健保 方方近年来鲜少公开露面 据了解 她11月在抖音开设新账号 并指出自己已在中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24日她再度放出新影片 开心对镜头拿出自己的中国公民身份证 还说自己时隔一个月 终于在圣诞夜当天拿到 真的非常开心 然而消息曝光 不少网友也掀起讨论 没想到有眼尖网友仔细比对 发现方方影片中拿的证件 底色位一半浅蓝一半浅绿 疑似根本不是所谓白底花纹的中国身份证 让不少网友也留言抨击 原来是假的 没有放弃台湾国籍 结果根本没有入籍中国 白祝福了 据悉 方方祖籍在安徽全交线 曾与彭恰恰 许孝顺 台志源搭档主持 连环炮 拿过第24届金钟奖 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后续也曾以电视剧云的故乡 夺下第21届金钟奖 女演员奖 2010年演出海派甜心时 入围金钟奖女配角 之后方方又放了一段 在北京生活的视频 引起网友热议 她感叹道 逛一逛市场 休息一下 觉得生活真美好 虽然生长在台湾 方方祖籍却是在安徽全交 如今年岁一大 她干脆搬来内地 定居在北京 从最新的生活近况来看 68岁的方方 在繁忙的工作中 抽空给自己放了两天假 她并没有选择睡懒觉 而是早起赶来菜市场买菜 菜市场环境接地气 四周都是一些平价小商铺 方方激动地表示 自己都快馋死了 她首先买了一大块牛肉 因为家中人多 方方不得已跑了两家店铺 才买到足够量的牛肉 都说饮食要营养均衡 买完肉以后 方方对着眼前的绿色蔬菜 狂吹彩虹屁 直言自己一定要吃个过夜 此次的菜市场之旅 并没有一位路人认出方方 她全程开心地手舞足蹈 举止接地气 丝毫不像是一位明星大腕 翻看评论区 网友都在感叹 方方已经完全适应了内地生活 普通话也越来越标准了 还有人赞美她接地气不做作 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感染了不少粉丝 早在2021年11月 方方就发布动态自爆 已在内地居住了一年半 这段时日 她幸福安逸 以至于方方的孩子们 也萌生了来内地定居的想法 谈及为何要在北京定居 方方只说了四个字落叶归根 除了定居 方方也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居民身份证 她对着镜头难言喜悦的心情 在内地居住的这段日子 方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 时常能在恒电影视基地 看见她的深夜 工作之余 她也学会了直播带货 副业发展的风生水起 除了工作之外 方方常常会晒出自己 平淡而惬意的生活画面 她总是一副笑容满面 和矮可亲的模样 让人倍感亲切 无论在哪里生活 只要常带笑容 就是美好的生活 我们也祝愿方方在内地安度晚年 事业更上一层楼 方方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段年轻时的回忆 毕竟她曾经是台湾艺人中 具备相当表演能力的演员 虽说年纪大了以后 想要去中国定居 也已经领取了居留证 但这也是她的自由 直到她提了这番话 着实让人伤心 小孩讲道理 就可以听一听 小孩不讲理 有时打两巴掌 她才知道厉害 所以我期待 我真的非常期盼 看到两岸统一的那一天 方方从小就向往成为一名演员 但是爸爸对她的志愿 却认为只是小孩子的短暂念头而已 并不赞成 直到16岁 她才靠自己的实力 在上千人的应征中脱颖而出 取得了联邦影业公司的演出机会 也开始接受演员训练 而她过往身世 也再度被提起 其实养育她长大的 并不是亲生父母 父母均为安徽全交线人 方方生于台湾中立 独行六村 16岁是参加联邦影业的演员招考 市境时杨世沁导演曾说 你不是很漂亮 但还蛮耐看的 最终 方方从上千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 成为两名录取者之一 开始接受演员训练 然而还未开始拍戏 方方就无意中发现其亲生父母威胁养父母给钱 若不照做 就去方方所在的电影公司颇硫酸 因此方方很快就匆忙结婚离开了演艺圈 好在 方方从小就家庭幸福 父母对其也是当作长上明珠一样疼爱到大的 但是有一天无意之中 方方老师在整理父母房间的时候 在父亲的枕头里面发现了一封用红笔写的信 方方看到这封信 据她自己的字数 她差点崩溃 因为她并不知道原来养育自己这么多年的父亲不是她的生父 而且这位勒索她养父的人就是亲生父亲 而养父每年都会在节庆的时候要求她送许多东西去给这个人 她自己的说法是这样 我父母对他们这么好 我还叫了他们这么多年的阿姨叔叔 这么多年 他们从未想要告诉我真相 而当我成了明星 他们却要来抢我认我 接着她在晚餐的时候就抱着养父 哭着跟她说 爸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我就是你生的女儿 任何人都不能取代你 因为她认为 所有的争端都来自于她是明星 于是她决定立刻退出演艺圈 与一名年龄打她不少的老师结婚了 而且从了夫性退出了联邦营业 她认为这样的选择 应该可以让生父勒索养父的行为结束 这就是方方为何在录取以后 却停顿了四年 才回到演艺圈的原因 婚后不久 方方就怀孕生下了两个儿子 之后方方跟着老公一起去台北 老公在吊嗓子 方方就带着孩子 结果就无意之中获取到了包青天的机会 1974年 华氏正在筹拍包青天的电视剧 原本定好的女医因为怀孕而辞演了 正巧这个时候 方方来探望朋友 就被其制作人看中 而方方老师也因为这部电视剧最后一炮而红 在包青天之后 方方的事业也是极其极落 最后方方远赴美国与两个儿子团聚 过起了半隐退的生活 而赖声川制作一档相声节目的时候 就邀请了方方出山 而方方也在其大儿子的鼓励之下 正是出演了这部舞台剧 之后 方方再次出演了转角遇到爱 方方老师的一生可以说的经历了很多 大红果也大落空 但无论如何正是因为她的自我经营 才能够在事业与婚姻之中都获得一种幸福与满足感 对照这一段往事 其实更让人不胜唏嘘 方方的籍贯是中国安徽人 但是出生在中立眷村 不论是电视 电影 主持 舞台剧 相声等表演艺术工作 她都相当擅长 确实是台湾早年的硬底子演员 更拿过金钟奖最佳女演员 最佳主持人奖项 她主持过的连环炮 曾经让我的童年有了许多的乐趣 她的演技肯定积压全场 但这是台湾给她的舞台 如果台湾是她的养父 纵然她忘不了中国从来没有养育过她 只是籍贯曾经在那里而已 她也应该要记得 在她16岁那年 对着她养父说过的话 我就是你生的女儿 任何人都不能取代你 方方的儿子李维曾是歌手 18岁的孙女谢静问 盯着新三代光环出道 担任外景主持人 这是谢静问出道后 早前首度在媒体前亮相 谢静问在美国出生长大 刚从美国念完高中 目前已待在北京近半年 方方笑说 以前常跟孙女说走演艺圈很辛苦 孙女出几次外景后觉得很好玩 于是决定留下 方方没有介入孙女的工作内容 麻将桌上无亲戚 我工作时也无亲戚 看到不对的马上提出 一点也不马虎 方方透露 当年她对儿子李维的选择从不插手 她决定回美国 不到40岁就退休 每天养花 养狗 现在又迷上其脚踏车 至于谢静问 有没有遗传到好歌喉 谢静问签称自己歌唱的不是那么好 应该会先以演戏 主持为主 如果有机会 想到台湾发展 谢静问透露 从完全看不懂中文 到现在已经可以读基本的简体字 繁体字 目前计划留在大陆读大学 不过因为中文是读能力还不够好 希望把中文练更熟后再考大学 至于念哪方面的科系 则还不确定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